最近貂蝉削弱很多玩家不是吵得沸沸沸吗 有人支持貂蝉削弱 表示这英雄的强度实在是有点超标了 打眼跟善他都不敢去抓他 当然也有很多玩家对貂蝉削弱吃反对意见 他们说貂蝉其实并不强 只有不会玩的人才觉得他超标了 真正会玩貂蝉的玩家只不觉得他很弱 在这里我们先不讨论貂蝉的削弱到底硬不硬改 我只想问一句 Nak Lulu究竟什么时候才可以削弱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一个视频 一万经济满血的韩星在草存中对应个半血的Lak Lulu 而且还是先手攻击了 结果没想到竟然打不过 瞬间就被Lak Lulu一套技能给秒掉了 我是真的很不愣理解啊 同样是打野位 但为什么伤害会差距这么大呢 也许有兄弟可能会讲 韩星位一多跑得快 伤害低一点自然很正常 但我想问一下 难道Lak Lulu走得慢吗 大招一开最起码跑半个地图吧 而且这英雄操作还简单 根本就没有什么手法可以 后期就是一个大招一个脆皮 我觉得Lak Lulu如果不削的话 真的很影响英雄平衡机制的 兄弟们 你们觉得Lak Lulu应该削弱吗